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毛 我們現在打一中神明之石 那這邊帶大家一樣用剛結束合作的 熊英二獎 轟交動 那這邊我要來解泉水成就通關 給各位做參考喔 龍科一樣幫我帶自己的武裝 那 突破應該是可以不用才對啦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瘋狂的去偷回合 好 那因為 這邊我們帶了剛 出沒多久 復刻沒多久的水下蛙 那這個水下蛙要累積金果的方式就是要削一組4顆 那我們偷回合的過程中就是可以去削這個4顆 來讓他趕快達到4個金果喔 好 那第一關這邊是越扣越強 不過他是很仁慈的越扣越強 初始是扣25 再來50 接著不是100齁 接著是75 最後才是100 所以這邊的話 理論上是可以4回合偷好偷滿喔 好 那我這邊先把火的打掉了 來 接著就是打暗的這一隻 好 那就等水下蛙跳起來就可以把他打開了齁 好 這邊就繼續偷 反正他們是4回合可以偷好偷滿 你控的好的話 搞不好你還可以 多偷個幾回合 也說不定 好 來 這邊的話就是直接 對 而且他們CD2 這個就是重點 好 這邊把水下蛙打開 然後就直接進關了齁 接著 等一下第二關的話是9康的部分啦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版面夠好的話 就開轟膠洞就好了 因為轟膠洞會再幫你天降多1康下來 如果真的不行就把水下蛙關掉 他是直接加12康 一顆金果加3康齁 好 因為我這邊版面算不錯啦 所以我就直接轉了 因為你開轟膠洞的關係其實平均會再多個1到2康左右 所以9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才對喔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 那2血的話就用我們的免費卡 莫莉安娜 直接1 2技 一起開 然後把他帶走這樣 這邊是5屬同等 那這邊有20秒轉租時間齁 就直接 對 20秒要叫你轉5屬同等 應該是ok吧 就直接去轉就好了 好 我們就盡量把左半邊削乾淨啦 因為你現在轟膠洞的效果還在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在整鎖水下來 傷害會更高齁 ok 這邊直接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就是比較麻煩的部分齁 第三關 光暗盾線 然後中間是首消指定6 那這邊第一回合給他 因為卡暗珠齁 沒辦法 來 接著他幫你轉一大堆光暗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轟膠洞再打開 因為你這邊沒有水火 你會沒辦法造成傷害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藉由轟膠洞這一個 天降下來 因為要消到12顆啦 那個隊伍技才會完整發揮出來齁 對 隊伍技是有消6顆水火2.5倍 12顆再額外2.5倍這個選項齁 好 來 接著50%打掉之後 剩下的50%我們就再做一次一樣的動作 好 那這邊我是剛好運氣比較好 都有6康版面 如果你遇到的是沒有6康版面怎麼辦 中間那一隻帶不走啊 每回合你最底下轉水火 他又把你轉成光 那怎麼帶走 就是慢慢跟他洗 然後洗到 莫莉安娜再跳起來一次 一樣12技 炸板加界王下去 這樣子就可以帶走中間了 好 來 接著第4關 重點是左右要先帶走啦 剛剛那個光暗強化的部分 好 來 第4關首銷指令7 這邊就直接去轉就好 轟膠洞已經幫你排好2康了 那個隊伍技的水火 2康直接在那邊 我們只要再找5康就可以了齁 好 這邊差一點點啦 沒有一回合帶走 啊 沒有一回合帶走 沒關係 就是再多花一回合而已 好 就一樣稍微轉個直行吃個昇華 OK 好 來 這邊也是直接塗過去沒問題 好 來 第5關 第5關這邊的話就是用復剛義勇 減傷去扛他那個反彈傷害過來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先去打掉 這邊因為水火都會追打的關係啦 所以20下也不至於太久 一回合可以打掉12下齁 好 接著這邊的話 復剛義勇下一回合有2.2倍 那我們再把烘膠洞打開 誒 又是一個2.5倍 那這樣子的話就全力去轉就可以了 這一回合是可以直接帶走沒問題的 好 這邊我一開始是在看版面啦 好 因為你路過去還會有一個人族強化 本來已經是強化 那你現在變人強 總族族大概是1.8 1.9倍左右的增傷 這個已經跟大家講過蠻多次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又很強力的增傷 那這邊就直接A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滿板盾 那這邊的話把那個水下蛙 做一個關開 先加COMFO 然後再來把那個 蛙吹開下去 蛙吹開下去的話就是 新珠抓著不要放 把全版都嚕過去變成新珠 那這樣就可以消滿板了 那因為烘膠洞效果也還在 所以等一下會有水掉下來 最後把龍刻打開 對 這邊一定要開龍刻吼 這邊基本上沒什麼天降 只多天降了一組水下來 那其實我有幫大家試過啦 如果你整版新再加烘膠洞主動劑 那個整坨水掉下來 總共只有2康的話 加龍刻也是帶著走的 所以不用擔心吼 這邊龍刻就盡量轉高分 因為你已經是要吹傷害出去了 這邊基本上沒有讓你 想太多的空間啦 所以就是把它轉高分一點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來 這邊也是直接A過去 沒問題 好來 接著第六關 第六關這邊就是 就是不要消到光跟木就好了 基本上也是輕鬆轉啦 不用害怕 就不要消到光跟木 好 這邊本來想要稍微疊一下 後來想說算了 應該是傷害很足夠的才對 好 那接著就來到王一 來王一這邊就把烘膠洞開下去 然後抓烘膠洞角色珠 這邊的話就是跟奮進人的羈絆啦 如果你奮進人沒有雙滿的話 不能這樣做 要雙滿奮進人 抓烘膠洞角色珠才有無視燃燒的選項 這點一定要記清楚啊 好 所以你不要說 欸 為什麼抓了還是被燒死 那就看一下你奮進人有沒有練到雙滿 好 這邊留一個護盾下來就可以了吼 好 1血直接帶走 沒問題來 最後2血就一樣靠著我們的莫莉安娜 1技加2技 這邊是23盾啦 但是這邊給你25秒轉23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才對 而且 傷害的部分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buff都還在吼 好 這邊就是全力去轉23 好 阿你水火可以多轉一些啦 其他雜珠可以不用轉沒關係吼 好 來 這邊就轉23 以上就是烘膠洞泉水 通關這個地獄集 解一個泉水成就給各位做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